牛群横越马路 汽车驾驶苦苦等候牛只离开 眼前景象有如上演动物大迁徙 但这场景却出现在金门国家公园 不只牛只逛大街 羊群也是满街跑 死亡的牲畜山头随意丢弃 牛只饲料久遭也被堆制在航道下 造成鸟群聚集 影响飞安 虚目业者大范围圈地放牧 但放养的却是国有地 以目前的时空背景完全不同 所以现在的这些虚目业者 不只是影响环境 然后影响道路交通 甚至老民的状况相当的多 侵占金门泰五段国有地违法放牧 十年不搬 环境恶臭也污染水源 从2014年起 县府多次与业者交涉 当时法院判决业者需自行拆除地上物 2022年双方再签署牛只迁移被忘录 但十年过去依然占地为王 甚至加码装设栏等设施 十年沟通无效 序幕丁子户不肯搬 县府只能继续辅导 也累计开罚85万元 若业者不愿缴纳罚款 将没收牛只 放牧乱象问题不解严重 影响居民生活环境 天天上演 与牛真道 三段新闻将终于进门报导